T-90坦克炮塔的正面长着一对邪恶的红眼睛 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地狱的杀手 十分恐怖 所以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吗 它就是用来吓人的 显然不是 反坦克导弹从来不是吓大的 管你看起来有多邪恶 只要我找到你了 那就一定会追着你不放的 所以这对眼睛 其实真正的目的是用来迷惑反坦克导弹的眼睛的 它是俄罗斯专门为T-90研制的 名为窗帘一光电综合干扰系统的一部分 可以以1000瓦的功率向外辐射红外线 以此干扰目前使用最多的 采用红外激光复合制导的反坦克导弹 降低甚至破坏器红外导引头 截获目标 测算距离 跟踪引导的能力 使它们要么直接飞过坦克 要么就提前插进途离 是一种软杀伤的主动防御系统 理论上它应该非常智能 在监测到威胁后 该系统可以越过车上直接接管炮塔 并主动旋转到对准来袭导弹 以便开启眼神杀 但是实际使用中 它几乎次次都任由导弹愉快地飞奔过来 完全就不做反应 这有点尴尬 看起来最后还是用来吓人的 在飞机设计上 法国人的脑洞也是不一般的 比如这一架 勒杜克0.10 请问飞行员坐在什么地方 看好了 这里鼻椎和机身的连接处的圆洞洞里面 其中一个看起来还是飞行员的出入口 好吧 把鼻椎变成驾驶舱 这种脑洞除了法国人谁还敢玩 但其实这架实验机是挺有名的 因为它是第一个将冲压式喷击发动机 这一在1913年变诞生的概念 用于实践的第一机了 冲压发动机 靠自身向前的运动来将空气压入燃烧室 因此结构相当简单 属于大力出奇迹的典型代表了 但问题是对材料的要求极高 所以在1913年只能提概念 无法出样品 另外由于要冲压 所以你要先冲起来才有压 然后才能工作 代表它在起步阶段是需要别人帮忙的 这架乐度客0.10 就是装在一架经过改装的朗格多克运输机的头上 白漂了一段高度和速度之后才冲出去的 别说它还真的能飞 那法国人的脑洞就停不下来了 0.16 0.20 0.21 0.22都接着来呗 鼻子是越伸越尖 虽然驾驶商还是在鼻椎上 但至少这下它是从埋在里面升级到外面来了 在0.22上它位于这个360度的透明圆环里面 并且顶上还稍微有点鼓包 可以让飞行员不至于躺的那么平了 视野肯定是要好一点的 另外它的机翼开始后掠了 发动机也不再只是单一的冲压了 而是加上了一个同轴的涡轮喷气机 意味着这下我可以靠自己去升天了 的确在升天了140多次之后 它在1958年真的把自己给升天了 在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之后 整个项目被取消了 好了最后我们还要再吐槽它一下 你看它长得很生猛嘛 四射五入就是一枚火箭了 又用的是听起来就快的 不要不要的冲压发动机 那速度一定会飞得很快吧 但实际上呢 把吃奶的劲用上了也泡不了音速 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它的颜值了 它真的有颜值吗 1977年卢克天心者在星球大战四 新希望中驾驶了一辆反重力的悬浮车 名字叫做陆行艇 那疑问就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没有发明出任何的反重力装置 更何况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 设置组显然是没有真正的反重力汽车可以用的 那它们是怎么创造出这样的悬浮效果的呢 靠CG吗 抱歉啊 那个年代的CG啊 光是想要把用胶片拍摄下来的图像变成像素化呢 就已经是个大制作了 1973年 当CG首次在西部世界里面跟电影插出火花时呢 它就只能干这么一丁点的事情 所以仅仅才过了四年 你觉得它的起色能有多大呢 绿幕 抠图 悬浮 在1977年也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啊 跟魔术师取经呗 障眼法 这张照片呢 你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在路行艇的车身侧面与地面之间啊 装有一面镜子 靠反射出来的道路影像 把里面的轮胎给隐藏了起来 很简单 但是也很有创意 对不对 这张照片里面的反重力飞行器 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 你乍一看呢 还真感觉它们是凭空 悬浮起来的呢 好 那到了今天 这样的思路还有价值吗 有的啊 咱们可以拿它来隐形啊 英国B.A.E.系统公司呢 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发出了一款 他们所谓的高科技隐形斗篷 叫做自适应伪装技术 在我看来啊 他们很可能就是在借鉴 这种好莱坞的古典技艺嘛 只不过是把镜子换成了更为高级的 可以快速改变自身温度的热电材料 他们将它制作成边长为14厘米的六边形砖块 于是呢就可以拼接起来 适应各种各样的武器的侧面了 从地上跑的 到天上飞的 再到海里面游的 通通都可以披上它啊 然后该系统呢会实时的扫描附近的地形 建筑植被等背景信息 读取它们的热量图 再将其复制到自己身上 从而制造出一个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红外影像 专门拿来欺骗敌人的侦察设备 它既可以把战车变成植物 把直升机变成云朵 把军舰变成海浪 也可以 想变啥就变啥 只要是能够在数据库里面 找得到的东西就可以了 比如 这个把战车变成轿车的把戏如何呢 1942年2月19日 美国驱逐舰奥班农号下水 尽管跟同一时期别的巡洋舰 战略舰比起来呢 它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由于火力强悍 在冲锋陷阵上呢 依然毫不逊色 正是这一时期 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 接一个岛屿的 艰难的赶走日本的美国海军 所急需的 编入21驱逐舰中队的奥班农号呢 也的确不负众望啊 用英勇的表现 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总统杰出单位奖 但是 它绝对想不到 让自己轻史留名的 居然是一场土豆大战 1943年4月5日清晨 刚刚执行完炮击 索罗门群道上的 日军基地的任务之后呢 奥班农号正在跟舰队一起 返回补给 但突然 不管是哪一个 都是有价值的目标嘛 于是奥班农号的舰长 马上就下令啊 咱前去会一会他 等开进了 大家发现 这果然是一艘 附在海面上的日本潜艇 而且 似乎他完全就没有察觉到 有人接近他 等再开进点呢 他们搞明白了 把绳子扭了过来 他俩现在肩并着肩 变成齐头并进了 日本随手也终于醒了 恍惚之下 惊恐万分 但是马上也就想起来 他们该干什么 去操纵甲板炮 美国人这边也急了 怎么能让他先开炮呢 我必须要先开啊 但是距离太近 高高在场的 奥班农号的舰炮 是根本打不到潜艇的 怎么办 其中身制的船员 做了一件几乎每个 把子弹打光的人 都会做的事情啊 那就是把空枪扔向对方 砸不到你 我至少还可以干扰到你吧 当然任一边拉开跟你之间的距离 等到舰炮可以瞄准了 就不人土豆改任炮弹了 日本人还来不及下前跑掉 就直接被一枚炮弹 击穿了舰桥 开始沉了下去 奥班农也是一点机会 不给人家 马上追过去 补了几枚深水炸弹 才最终满意的走掉 子弹的截面都是圆形的吗 不一定啊 还有可能是六边形 比如这些用在 惠特沃斯步枪上面的子弹了 很奇怪是不是 但他们其实是为了配合 惠特沃斯步枪枪管理 那扭曲的六边形枪膛的 跟大多数使用圆形 螺旋线的弹线不同 这支步枪的设计者 约瑟夫·惠特沃斯爵士 选择用六边形 来让自己的子弹快速旋转起来 这样的好处就是 弹丸不必像往常那样 咬入弹线的凹槽里面了 使射程和精度都大为增加 所以即使它是一支 已经诞生了150年的步枪呢 在世界最长距离确认击杀的列表里面 仍然排在第19位 毫无疑问是美国内战时期 最精确的武器了 有一个流传广泛的故事是这样讲的 1864年的5月9号 北方联盟的士兵们呢 听到了来自惠特沃斯步枪子弹 那特有的尖锐烧声 就立马跳进壕沟里面躺平了 因为谁都怕那个玩意儿嘛 但是指挥官约翰·塞奇·威克将军呢 则例外 他怒斥自己的手下 认为你们这些败裂啊 不仅胆小还脑残 敌人纳可是在一公里开外啊 这样的距离 给他们一头大象都是打不准的 你们竟然怕这个 结果呢 话还没说完 左眼下方就迎来了一颗六边形的子弹 随即倒地 真的就啥也怕不了了 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 怎么做到右开槽还密封的呢 昨天我发了一个 关于航母弹射器发展历史的视频 很多留言都指向了 如上所述的同样一个疑问 正好它也是我的疑问 所以我当然是要帮大家弄明白的了 看好了 现在它来了 怎么样 是不是更晕了 所以这哪是我的风格嘛 我呢 自然是要用3D打印了出来 然后把模型拿在手上 给你解释清楚了 这个才是真的来了啊 这个呢 是弹射器的气缸 当然 受限于我的3D打印机的尺寸啊 我只能从中间 截这么一小截给你演示 你看 从头到尾 这上面都是开了一道槽的 实际 弹射器的气缸呢 也是这样的嘛 之所以要开槽 是需要让在里面运动的活塞 能够连着外面的滑块 这样才能够将活塞的运动 传递给舰载机嘛 好 这个呢 是弹射器活塞模块的其中一部分 这个地方其实呢 应该是冲着前面的啊 但是我先反过来 让它对着后面好演示一下 你看 活塞进入气缸以后 理论上就会被后面的高压蒸气 推着往前快速跑嘛 但是由于上面有道槽 这个活塞后面的蒸气一看 哟 不是还有一个更轻松的出口 可以挤出去吗 那干嘛还费劲巴拉的 推着前面的活塞跑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活塞根本就是动不了的嘛 那怎么办 只能给它加个盖子 把上面的缝给盖起来 密封呗 但是又不能直接贴着 这根槽来装盖子 因为你要让这个东西 伸出气缸去连接飞机挂钩的模块 能够真的伸得出去才行嘛 于是气缸盖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我把整个模型组装一下 你看弹射器的活塞是这个样子的 中间的结构我尽量做了简化 但是主要功能都在 这个地方 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尖锥状的头部的 就像我在模型里面已经做出来了的这样 至于它是干什么呢 就留给朋友们帮我来补充了 好 咱们把这个东西插到气缸里面去 你看 有两个头子会从气缸缝里面伸出来 一个就是这个橙色的飞机挂钩连接组件了 对了 其实蒸汽弹射器为了更有劲 是两个气缸这么并列着放置的 所以旁边还有一个跟它像是镜像了一样的东西伸出来 共同组成一个倒梯状的结构的梯子的内痕 然后梯子的一束伸出去挂飞机了 另一个伸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活塞尾部的密封装置了 它的形状基本上就是气缸盖子的洁面的形状了 接着咱们把气缸盖给装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从屁股后面来看看 基本上整个活塞的后面就是密封不漏气的了 因为活塞屁股的洁面已经差不多把整个气缸带气缸盖组成的洁面都给覆盖完了 除了这边还是有道缝嘛 现在你不往上漏气了 但是要让蒸汽拐弯向下漏吗 当然是不行的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不起眼 但是却非常关键的部件 密封条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你看往这条缝里面一擦就完全挡住了吧 而且蒸汽的压力还会把它天然的给压紧 就更不会漏气了 只会把所有的力量都传递到活塞上去的 那么这根密封条是怎么跟这个橙色的 需要伸出整个气缸去的 似乎有你没它 一扇不容二虎的东西和谐相处的呢 咱们打开气缸盖来看看 你看原来是这样的 它的顶上是专门为密封条的穿过流出了空间的 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斜坡 就是为了更顺滑的将密封条给顶起来 然后当橙色的滑块通过密封条又会被活塞尾部的 这样一个结构给压下去 再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 让气缸再度回到密封状态 咱们把这几个零件稍微固定一下 塞入密封条来看看 你看这是从后面看的状态 完全密封 然后你看这是前面的状态 密封条被顶起来了 从而允许了一个身在气缸外面的结构的顺利通过 是不是非常聪明啊 它呢 这是英国工程师克林·米切尔的化名了 可以说啊 航母因为有了它才能变得如此强大 开外挂打游戏很爽 那开外挂来打仗岂不更爽 二战当中美国人就开过这样的外挂 其中一个MK14博士的鞋盒 我是百科悬树火箭树 什么是博士的鞋盒 它有什么用 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外挂呢 今天我就讲给你听 这个铁环相信大家看了都知道 是个瞄准器 在二战中通常被装在中小口径的防空速射炮上面 射手根据来袭飞机的大小和目视形态 来将它框在瞄准器的某个位置上 以便打出提前量 让它正好装在射出去的炮弹上 这个真的很难啊 想要打中全屏足够高的射速和足够深的经验 所以很多时候呢 实际上评的就是个运气了 好在大家一开始基本上都是在评运气 直到一个外挂的出现 它就是MK14博士的鞋盒了 是的 它是一个瞄准器 具体来说呢 是个傻瓜式的瞄准器 射手只需要把瞄准器里面的准形圆环套住敌机 就可以突突突的开火了 此时射出去的炮弹是已经计算好了提前亮的 哎就问你这个够不够黑科技吧 一个协和大小的东西居然能够自己计算弹道 在一个计算机还没有诞生的年代 它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它应用的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机械原理而已 其中最最重要的 相信大家都已经猜的八九不离十了 那就是陀螺仪 在MK14里面呢 有两台压缩空气驱动的速率陀螺仪 哎什么是速率陀螺仪啊 就是有两个自由度的可以测量运载器角速率的陀螺仪了 根据陀螺仪的静动性原理 它可以把输入轴的角速率反映到输出轴上面去 这样凭空说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啊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里输入轴是垂直轴 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速率陀螺仪绕着垂直的输入轴旋转起来之后 它自己的旋转轴会开始绕着水平轴旋转 仿佛是将输入轴的角速率信息又从这根轴输了出去一样 所以它就叫做输出轴 输出轴转动的速率是可以跟输入轴一致的 就像这里一样 也可以通过一些机械装置来等比例的手放 就像它们被装进MK14里面一样 在这里两台速率陀螺仪的输出轴分别跟两面反射镜相连 这两面反射镜会将从灯泡里面打出来的瞄准环影像 映在射手眼前 其中一面反射镜负责瞄准环的横向移动 另一面反射镜负责瞄准环的纵向移动 在瞄准时射手先用瞄准环套住敌机不放 在炮塔跟踪移动的同时 等于就是在为MK14里面的两枚速率陀螺仪输入进了敌机的角速度 这个时候陀螺仪只需要将其按照一定的倍率输出成超前的射击角 并带着两面反射镜转过去就可以了 镜子里面看到的是瞄准环落在敌机上 但炮管已经有了正确的提前量 设计手要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都尽可能的保证像之前那样平滑的追踪者目标 就可以开火设计了 需要说明的是 对敌机的瞄准测距也非常重要 它决定了陀螺仪输出的倍率应该设定到多少 才能够提供出准确的提前量 所以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机炮都是由两个人来负责操作的 一个负责瞄准 一个负责测距 至于测距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上一期的视频正好就是讲它的 好了 有了这段神器 美国海军极大地减少了自家舰穿在太平洋上的损失 而另一边的日本 哪怕甲板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防空炮火 也还是应接不暇 对了 你有没有好奇 为什么这个玩意儿要起名叫博士的鞋盒呢 原来 它是由当时MIT的查尔斯·德拉普尔博士牵头研发的 这名博士可不简单 在陀螺翼研究方面首屈一直 再后继续将陀螺技术发扬光大 在阿波罗登月飞船的惯性导航系统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所以被称为是惯性导航之父 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工程学奖项 查尔斯·斯塔克·德拉普尔奖 也是美国工程学界最高奖项之一 不知道托尼·斯塔克有没有拿到过这个奖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要是大家喜欢的话 下一期我们再来讲一个二战中美军的外观 明天一 compliant 一定互相簿的 看多多大 1 3 3 1 3 2